大家早了 2022年1月2号 1月的第二天 今年的第二天 昨天是个休息日 所以就没有录像 今天第一个学生日 整装在发 我们迎接新的一年了 我现在在 二环 东二环的朝阳门地铁站 也是第一次在这拍 今天计划现在开始向 极路向南 然后 沿着二号线 北京地铁二号线的沿线 能跑多远跑多远 等跑到西二环的时候 看看如果赖 就稍微 早一点从城里 直接转弯回家 如果状态还行 那就继续 所以呢 今天少跟大家说一点这些 给大家看一下 二环凌晨四点半的 主路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看争取今天店能够搞 评论里小伙伴们的 还有弹幕里的新年祝福 还有其他平台的新年祝福 我都看见了 有的回了 有的可能就错过去没回 统一回复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 大家 今年大家一起加油 如果您是想锻炼身体 就安全训练 安全锻炼 永远健康 如果想训练成绩 我们就努力东迅 迎接春天 好长安门桥 下面一个桥是建国门 我们一会再见啊 加油加油 建国门桥了 建国门桥现在是4.3公里 我们一起在435436的配速前进 建国门桥 好 我们今天不去城墙遗址呢 从北京站拐弯 因为沿着地铁的二号线嘛 一会儿见喽 我们到了北京站了 大家看 这个就是北京站最大的那个站 怎么说呢 是在东南二环那个角上 离天门很近 但是现在好多车都不从这发了 都是南站 大家可能好多电影电影剧场 都看到这个金珠站口吧 好些年没有来过这个站了 上一次来还是2014年 2015年 从那坐车去去大连旅行 行我们下一个下一块再见了 省电 到达崇文门 同仁医院就在这个地铁站下车 从这向南就是崇文门大街 商场一类的 我们继续前行 很快咱们就到前门了 一会儿再见啊 到了正阳门前门了 这应该都是拍队等着看升旗的小伙伴们 好多人啊 今天按说升旗应该没有特别仪式了 我在北京出生长大37年了 我一次都没有看过 正好是绿灯 平常白天的时候 这条路你应该是不能步行过去的 你要过到马路对面 现在可以 跑过正阳门下了 大家加油 正阳门 右手就是天安门广场 可以看一下夜景下的广场 看不太清 远处那国徽就是大会堂 和平门没有路 现在在宣武门地铁站 这口 应该大口现在改到那边了 这口现在是关的乱坛 崇文宣武 北京内城原来有四个区 东城西城崇文宣武 北京坐北朝南 左崇文又宣武 我觉得这两个名字挺有内涵的 现在没有了 几年前合并到了东城和西城 当时还有很多崇文的孩子 宣武的孩子 非常伤感 历史总是 不好说吧 一会儿接下来 一定要省电 地铁二号线最西南角 长春街 前边这个弯道 右转就上了西二环 北京地铁的二号线 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二环 北京的最大的二环 还要往南 要扩出去一点 但因为二号线这个圈是比较方正 所以就总随口这么说 这个路标可能看不清 过去就是复兴门 就是西二环了 工庄地铁车工庄站 下一站前面就是西之门了 感觉还行 大概15公里多了 这个很可能是北京第一座 这么复杂的桥 这样是地铁站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这个桥刚修好 无数的司机迷失在这个桥上 远处那个灯光是北京的北站 想去什么延庆啊什么的这边发车 可能看不清就想挡住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二号线的最西北角了 一会儿右转就上了北二环 北二环就有德盛门 有故宫 有各种 什么故宫 抱歉 有德盛门 有鼓楼 有雍和宫 行 一会儿再见 不知道大路了多久 隐约的灯光下就是德盛门城楼 非常遗憾 很可能看不清 太暗了 现在就是德盛门桥下 下一个桥呢 看路标 300米就是鼓楼桥了 然后再有2.5公里 就到了雍和宫 这个若宇桌现在就是德盛门的城楼 我们到了鼓楼站 不如在街站 但是呢 它是在二环边上 其实离真正的鼓楼河桌 还有不近的距离 如果您走路的话 就沿着条路吧 那边走 稍微有点感觉了 大概快20公里了 嘿 回家了 没办法 电池 还是不是太给力呀 应该是到雍和宫就没电了 最后跑了30公里 其实应该这一圈下来直接我回来就是28公里 然后去日团绕了一圈 嗯 我不给大家照屏幕了 我直接把这个截图直接就剪在视频里 嗯 如果用大屏幕看应该能看清 到了二环一圈 2022年第一次 呃 所谓的认真训练 长距离30公里 平均配速呢 418 呃 跑了两个小时 09分钟 基本上就是 呃 按照全码 呃 330几的配速吧 平均配速 因为后程加速了 最后几公里基本都在40几 呃 400左右 呃 跑下来的 还行 呃 大家也看见很多 假期期间还在跑步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2022年了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呃 努力抓住东迅的尾巴 然后我们春天就有好成绩了 大家加油东迅 我们明天再见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